今天我们来到了方砖厂糊涂 看到吗 方砖厂糊涂 我们要吃什么呢 就是吃大名鼎鼎的方砖厂炸酱面 就是人称北京米其林炸酱面 你别把闭着眼睛 我睁着睁着了 你可能看不见 回放大一下都看见了 就特别厉害 说是面条特别筋道 酱也不错 然后菜碗给这个足 然后现在不是好多外地小学员 来北京想吃生育酥炸酱面 这样子 这家 没事 你走开了 我说到哪儿了 你从哪儿走开来 我都没听 这家店口碑一直很不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决定尝一下这家方砖厂炸酱面 味道到底怎么样 Let's go 现在我们要走进胡同里 炸面 我觉得吃完外边的炸面 我就觉得没家里做好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咱们家自己做酱肉糊 菜碗随便加 而且咸不咸淡不淡的 是不是 差不多可以 锅味 还有没锅味的 我来一碗 三十块钱 这冬天还放外面挺头皮的 那倒是 没准是音响的 夏天露的一日 一看里有买车袋子 我拿一下我拉一下 你没事你老挤他干嘛 他又不晒了有点日 现在又不晒了 有点冷俗称知冷知冷 他一会儿不说成语我就浑身感受 有点冷 我听你搁的哨子了 听见了 好没拍照 他这个哨子感觉不小 太少了 太少了 嗯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啊 瘋砖场69号 Let's go 吃肉 没有我们家里 哦 人家里 哦 我带人家里 我带我哥那个 那我进去了 过一下 各位 好 调解饭 四块的就行 咱家面 这碗面 一碗面 一碗一碗 四碗 好累 两瓶米不羊 隔二碗了 一碗没脱到上 开饭 这个给大家看看这菜马 萝卜丝 黄瓜丝 红豆 还有菜丝 这是酱 有肉吗 有 挖了挖了 不好了 拿着 有点加那味儿啊 有点加那味儿啊 一边碰到老板 然后说 他们家店开10点 是吧 对 感觉 跟家里比就是肉 少点 这就是肉 这样给的 相关好 我觉得口中的可以再来拌 我就够了 嗯 我觉得啊 否则咱们找庭和味 找时间长 但是不老肥对了 咱们现在赶上不是饭点了 三点了看 猪肉 现在吃了猪肉多不容易 哈哈哈哈 咱还有这个呢 咱咱蒜 咱咱 喝了什么免费的辣包蒜 是免费的 哈哈哈哈 我也想不问 应该是免费的 两包吧 可以 嗯 这蒜不错 我跟你说啊 吃面就得吃蒜 这蒜真挺好吃 可以 这快吃 哈哈 尝不见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不错 全是 哈哈哈 现在应该是在吃饭 最少 吃饭了吗 吃饭了没 我说现在这个点 基本是人最少 咱们故意找车位 找一个半小时 一切都在找我之中 哇塞 摆那么呆上 这具好吃的 辣椒油去火啊 没看胡老师这儿 炸一大火爆吧 哈哈哈 火发来就好了 对 我加一碗面条 哎 加点面就贴是吧 不是 谢谢 加一碗 加一份 嗯 哎呀那家伙 家伙面呢 啊行 要钱吗 面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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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不花钱 就这菜板 你要是欠一口 我这个一会儿给你 不是 还是得吃菜板 哈哈哈 不够钱说话 我这儿我们给 都不收费的 就菜板要钱是吗 不是 你要是整个整个一套 一套 咱家伙添点面 添点酱 都是无所谓 太吃饭了 这 这也真不错 两人开十年了 你看这墙贴的 哦 谢丁峰 这个是中央盘的王小蕾 北京台的那个 那个谁 李兰 李兰和那叫孙岳 挨着孙岳那我们老头 哈哈哈 那是谢丁峰 啊对 那头是谢丁峰 这个是我们一家的 谢丁峰又来了 啊 谢丁峰这是您一家的 这个是那个 等于是谢丁峰一进门的时候 我们家全在里头的 这样跟老头一块握手 我跟儿子在厨房呢 哦 对对 二十四封位 二十四封位 他不是焦多饭吗 就来一碗啊 刚在这边找车位 找了一个万小人 这边好 而且那个五楼那边 这俩行车厂都 都中秋啊 您知道吗 这个 我们有一个 景盖狐狸 我们都想好了 哦真的假的 哦真的假的 你们刚一来我跟我哥们 商量就是 我当然想 没有提净杆免费 对对对对 我这是老板太痛了 整个牛皮了 我给老板一敬 老板一敬 记住啊 他说免费的 哈哈哈 就找他 那什么 就是你们那个 景盖那个 归照的 对 我们俩来看一下 别别别别别 别免费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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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实在 咱们那 不是说说实在的 我这一碗面 我能挣多钱 不是 没事 哦 奶奶奶奶奶 我们那不好意思了 没啥 没啥 有什么大面子 你以为 哈哈 他那个 刚你一进门 他就跟我说了 他们俩老板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主要是您这本来就 本来也不缺人 没必要 没有 哪个客人来了 我们都是一样对待 叔叔 已经脱衣拉撒的来了 你不让人吃 那更不可能 也得让人吃饱 然后我力愿不够 我添点照给不顾 是不是 咱们都是钱 男朋友说 你不给钱 我别让老人走 人真好 人真好人 别说了 别别别 别别别 你得多少斤 我现在一百 一百 不到一百三 不知道一百三 一百三十七 一百二十七 这赛就是不一样 那可不不 别完一门了 出菜别了 然后童谣就扔了 没有护赛了 哈哈哈 机体一下自己 支持而后果 对 平板说了 你这啥也不吃 哈哈哈 吃啥多了啊 最后一口啊 点评一下 因为里面人太多了 我们就出来了 别人掌握一个地儿 不吃饭 还要得饱 你说气人不气人 传家只有炸炸面了 直接跟他说鸡娃 菜马儿酱和炸炸面 就给你端过来 也没有别的点 只能点点汽水和手势 坐那不到一分钟 全场齐了 他这个面呢 刚才那个问那个老板 老板也说了 就是也鸡打的 好像很实在 没有他们噎的 然后他这还要免费的 辣瓣蒜和辣椒油啊 免费 特意问了一下 都是他们家 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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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啥面啊 吃吧 没有 没有加一个 没有加一个 而且他面也不是那个 鸡打了吗 我刚才问老板 老板自己说 哈哈哈 好 喂 喂 人孩子心里都这样 都觉得没家里做的好吃 刚才双双双双 然后那个酱 这也是他们老板自己弄的 就是那个老奶奶 别人羡慕 你别看人那么大岁数 这些酱全是他自己弄的 辣斑蒜也是 挺厉害 我其实觉得早晨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你们岁数大了 买个菜 你别买我买了 拿着块上天前 我老了 就这样 就亲力亲为 总的来说 相当于外面这些 卖的咱咱面子来说 我觉得真的这个应该是 我吃过在外面吃的最好吃的 主要 我也没怎么在外面吃过 你想吃这个 在家里就弄了 所以我给炸面们 打一个4.1分 你给你自己家炸面打一分 打多少分 自己家炸面打一分 打一个4.3 加那0.2分就是肉 但是人家毕竟做蒸鲜 不可能给你那么多肉 还是猪肉现在多贵 人家价钱花了27.5 开在这地段 它确实不贵 这排队肉末 主要是排队 上天我们俩从这儿溜弯 就从这条道往那边走 这个道都排到那儿去了 然后我们就走了 这个小园福利 刚才我也问老板 这些路进去了 老板也特爽快 说小园人来这儿免费吃 咱小园人都干这儿 不那什么的事儿吗 主要人家也没什么可送 所以说我觉得那就算了 如果真要免费了 指定能排哪儿呀 我看老板太爽快了 真的行吧 今天吃的也挺开心的 今天是在封砖厂胡同一号 但是这家店叫奉战厂69号 行 今天是怎么着 下约大家的车 别的 再见 下约大家 下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